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把猪肉直接放入滚烫的开水中 出锅瞬间变美食 这种做法我还是第一次 吃起来鲜嫩入味 好吃又下饭 在炎热的夏天吃最为合适 特别的开胃又解腻 家里面来客来一盘 很是受欢迎 上桌就是大印菜了 做法很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斑 首先准备一把小葱 拍一拍 把它切成葱段 一个生姜拍一拍 切碎一点 和葱段放在一起 加60毫升清水 抓揉抓揉 抓出葱姜汁 放一边浸泡着备用 接着准备一块猪肉 改刀切成小块 再逆着纹路 给它切成片 薄厚均匀一点 切好 装入碗中 再加入清水 把肉片清洗干净 洗去上面的血水和杂质 再挤干水 放入碗中 跟着将浸泡好的葱姜汁水 少量多次的倒进去 边加边搅拌 使肉片吸足葱姜汁水 葱姜不仅可以做调味料 它们去腥增香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而且还是天然的嫩肉剂 能使做出来的肉片更加的鲜嫩不柴 香味十足 直到肉片不能吸收水分为止 然后加一勺胡椒粉 一勺盐 两勺红薯粉 抓拌均匀 使红薯粉化开 使肉片入味 多抓拌一会儿 最后感觉到粘稠的状态就可以 加一勺油 继续抓拌均匀 加油 可以防止肉片粘连在一起 放一旁 腌制着备用 接下来 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圆圈 装入碗中 几头大蒜拍扁之后 切成蒜末 切好和小米椒放在一起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和小米椒放在一起 再准备几个新鲜草果 给它切成片 这个季节是草果开始大量上市的季节 喜欢吃的可以加几个一起 这样味道会更香 口感会更好 当然不喜欢吃的就不用放了 切好和小米椒放在一起 加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一勺香醋 一勺盐 半勺味精 搅拌均匀 腌制着备用 跟着准备一把香菜 把它切成小段 装入盘中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 把它烧开 水开后 将肉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 先不用翻动 使肉片定型 全部放进去之后 用筷子轻轻地推动推动 给它烫30到40秒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了 看起来就非常的滑嫩 每一块肉片都晶莹剔透的 把腌制好的料汁倒进去 搅拌均匀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再把香菜倒进去 继续搅拌均匀 哇 闻着真的是太香了 看起来就令人食欲满满的 然后装入盘中 美味继承 一盘简单又好吃的凉拌猪肉片就做好了 吃起来非常的滑嫩 一点腥味都没有 香辣入味 特别的开胃下饭 炎热的天气这样吃 真的是太爽口了 就连米饭都可以多吃上一碗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